好 去哪裡了 有人怎麼樣 一把暴喜小男童 遠景立刻衝上前關心狀況 仔細看後頭還有一名男子 被帶回警局調查 因為他涉嫌誘拐 讓男童母親好心急 臉書社團PO出寶貝兒子照片 事發當天穿著迷彩外套 獨自一人跑出門就再也沒回來 希望能引起網友關注 幸好在男童失蹤13小時後 順利找到人 原來當時六歲男童 趁家裡沒人自己跑出來 家人發現小孩不見了 立刻報案並且PO文協詢 有熱心網友說 男童最後就出現在四號公園 5號早上10點多 男童看到母親出門上班 跟在後頭卻走失 過程中遇到一名61歲 游信男子沿路陪伴 兩個人徒步從永和 走到中和連勝街 前犯招待時公稱 以為對方是自己孫子 才想帶他出去散步 但這種行為恐怕已經觸法 經家屬初步檢視 男童並無外傷 後續本案將依違反 刑法略幼罪以及強制罪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根據瞭解 男童母親日前帶著兒子 從南部北上來生活 一次因為捨不得跟家人分開 才會走出家門找媽媽 外出的可能性的話 可能要讓他適應一下 平常這個照顧的時候 就要讓另外一個人加入 父母可能會要上四小時 到五十小時的親子教育 其實兒少法有冥王規定 不能讓十二歲以下孩童 獨自留在家 否則會因此哀罰 幸好這一回有經無險 難逃最後平安返家 但也讓家人度過最煎熬的 是三小時 靜新聞 陽性問 林彥 採訪報導 靜新聞 林彥